老人登三轮为生,一天正一块二,曾是飞虎队分队长,见证日本投降。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杭州,人们总会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,在杭州青波针织手套厂附近登三轮,登三轮一年,三百六十五天必须每天都去, 骑士生病了也没办法,因为一天不去意味着这天就没有收入,所以这位老人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。 他与其他车服没有什么不同,穿着最廉价的衣服,一双不鞋,处处都在彰显着这位老人生活的不易, 如果说非要说有什么不同,那就是这位老人登三轮,在当地绝对是最好的。 也许没有人能够想到,这位看起来平平长长的老头,背后会有着那么多的故事,那么多让人热血沸腾,而又潸然泪下的故事。 他的名字叫做吴奇尧,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名字。 吴奇尧福建敏青县人士,家境因时受过很好的高等教育,正值青年时期,日寇开始了疯狂的清华战争, 热血青年投笔从容,面对日后的种种暴行,吴奇尧参加了军队,投入了历史的洪流之中。 从那时起,他的命运彻底地被改变了,而他的人生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烙印。 吴奇尧有着非常扎实的科学知识,所以他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。 抗战时期中国的空军力量非常薄弱,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性能,中国的飞机都要比日军的飞机差不少。 虽然当时从国外购买了一些性能较好的飞机,但相比较于整个战争的需要,也只能是杯水车薪。 就是在这段艰苦的岁月,吴奇尧与战友们已精湛的技术,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之下,依然坚持与日军斗争,在那片蓝天之上殊死偏杀。 1941年6月22日,日军偷袭国军成都机场,吴奇尧立即驾驶一架没有作战能力的教练机升空,与日军周旋。 四架日军战斗机紧追不舍,毫无悬念吴奇尧驾驶的飞机被击落了,但是让日军没有想到的是,吴奇尧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,大难不死的吴奇尧,后来一度成为了日军的噩梦。 1942年吴奇尧养好商规队,此时飞虎队已经名震大江南北,一批先进的美式战斗机轰炸机, 让吴奇尧欣喜无比,这一下再也不用因为飞机性能的原因被日军追着打了。 再次升空的吴奇尧大发其微,他驾驶着飞机,带领着战友,对日军占领的武汉、南京、广州、桂林等日军军事目标进行轰炸, 因为出色的表现,吴奇尧后来还担任了飞虎队的分队长。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,作为吕立奇功的抗战英雄,吴奇尧带着他的队员, 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亲眼,见证了日本投降的历史一刻。 这一刻吴奇尧终身难忘,很多年以后,当人们问其那一刻是什么感受的时候, 吴奇尧说,这二十分钟的精髓,贯穿我的一生,影响我的一生,升华了我的一生, 中华民族是不能战胜的,正义的力量才是永恒的。 遗憾那是二十万一千零一十月十三日,老人不幸离世,享年九十三岁, 走完了他光辉而又传奇的一生,值得一提的是, 就在老人去世的这一年清零节,他坚持要去岳王墓去拜拜, 在岳王墓前,老人久久没有说话,又似乎有很多话,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。